水平 日本人說 北海道是他們的後花園 包括台灣非常熟悉的 札黃雪季 小鎮運河 或者是韓館夜景 其實這些信守免來都是順境 不過如果我們比較熟悉的 札黃跟近郊 可以說是他們後花園的話 更深入一點點 在道東這個地方 其實就像是無邊際庭院 更遼闊 更加地樸域 而且也擁有非常飽滿的自然魅力 很多人來到北海道 都會租一台車 自己開車自駕遊 但是我覺得 開車的速度有一點點太快了 所以這次我帶了我的大朋友 單車 要用不快不慢的速度 我們從川露 庫斯魯這個城市 開始一起暢遊絕集 只要用汐車箱或車袋 把單車打包好 待單車出國這件事 就可以悠閒 輕鬆又浪漫 川露是我這次單車旅行的起點 它是北海道的第四大核心都市 可是來到這裡 不會擁擠 也不會感到匆忙 而是有一種市區和自然均衡 共存的感覺 加上當地涼爽舒適卻水量少 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難怪有許多日本人 都會移居到川露來 川露除了是一座移居城市之外 這裡也有非常多的藝術家 長期駐留 所以整座城市都瀰漫著一股 藝術的氣息 像我現在所在的壁舞橋 其實橋上的藍式 就是由四位藝術家 他們根據春夏秋冬 這個四季主題所打造出來的 女性雕像 不過這座橋最有名的 還是它的夕陽 壁舞橋與札幌的豐平橋 旭川的旭橋 並列為北海道三大名橋 同時它也因為 寧靜優雅的黃昏景致 而名列全球最美麗的 三大夕陽之一 橋上和周邊有許多不同的角度 可以欣賞夕陽 一抵達川路 就有這種世界級的醉人美景 接下來的行程 更是分分秒都讓人期待 從川路市出發之後 我現在騎的主要路線 是北海道非常有名的 一段海岸線 叫做北太平洋 海岸線 從川路一直到根市這一段 也算是非常經典的路線 沿途會經過非常多地形 鄉鎮 城市 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 北海道的多變自然環境 在後岸這一項體驗 我覺得非常值得一游 就是滑著獨木舟 到獅源的中心 而你慢慢滑著獨木舟 朝獅源前進 就很像是在獅源的正中心裡面 去感受大地的心跳一樣 後岸一定要吃的海鮮就是牡蠣 這裡的牡蠣真的非常非常地有名 因為它本身是生長在後岸湖當中 後岸湖是一個汽水湖 也就是有海水跟淡水的交界處 它有海水非常豐富的富裕生物 同時它的淡水 也集結了高山濕源裡面 很珍貴的一些資源 牡蠣生長在裡頭 就變得很肥美 因為等於它吃得很飽就對了 從川路市出發之後 我現在騎的主要路線 是北海道非常有名的一段海岸線 叫做北太平洋 Seaside Line 這段路線 它從石盛的廣尾艇開始 一直到根式的納沙布甲 總共有321公里 雖然我沒有騎得那麼長 但是從川路一直到根式這一段 也算是非常經典的路線 沿途會經過非常多地形 鄉鎮 城市 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 北海道的多變自然環境 我剛剛其實騎了一段路線 大概是在森林裡面 雖然說北太平洋 Seaside Line 感覺好像應該是一直看到海 可是其實我有一段 是完全被森林包圍的 這種感覺也很棒 因為筆直的路兩邊 都是嫩綠… 還有不同層次高低的樹木 你就會覺得 好像你是一頭栽進了 一個綠色的毛線球裡面一樣 因為今天天氣又非常地好 有暖暖的太陽照在我身上 就會覺得綠毛線球包圍著我 好舒服 好舒服 我覺得這種感覺好棒 一段樹林 一段海… 然後每次看到海的時候 就像是你騎了一段樹林 或是一小段上坡 有一個小驚喜 有一個禮物在那裡 北太平洋海濱線 不但擁有森林 也遍布海浪和海風雕琢出的 懸崖奇岩 能欣賞造物者的各種作品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川陸市和川陸艇之間的 海濱線 被稱為難讀地名之路 這裡有22處 源於艾努語的獨特地名 就算學過50音 看著拼音要唸出來 也不太容易 建夫巷 石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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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拙音和敖音 真不愧是難唸地名之路 日本朋友說 就算是日本人 看著這些地名的漢字 也不見得會唸 既然如此 我還是盡情欣賞景色好了 哈囉 Goodbye 這片景色有沒有非常地療癒 而且還令人震撼吧 你看 這麼大一片草原 然後整個一望無趣的海岸線 這裡其實也是 新元結義他拍過廣告的地方 他跟七步木聰 兩個人在這邊拍了一個 相機的廣告 然後在廣告裡面 他們只有唱那個 天團PITOS的作品 哈囉 Goodbye 難怪他們會挑這個場景 來拍廣告 因為真的太美 太美了 這個地方叫做 也是一個難唸的地名 不過我覺得來到這裡 很值得 而且真的可以感受到 那個新元結義在這裡的 那種清新感 Goodbye 哈囉 好 高羽甲不但有大片的草地 向外望還能同時保覽太平洋 以及後岸灣的壯闊景色 雖然單車騎不進來 而必須徒步15分鐘 但如濕如畫的景色 絕對讓人感到非常值得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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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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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海岸線 我從川路進入了 A.Casie後岸這個城鎮 後岸是道東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 也是一個城樸自然的地方 非常適合自駕或騎單車 城鎮裡的後岸大橋 連接了後岸湖南北 是重要的地標 而後岸湖 更孕育出豐盛的牡蠣 在後岸旅行 甚至可能 不時會有真情跑出來 因為這邊的濕原生態 非常豐富 在後岸這一項體驗 我覺得非常值得一遊 就是滑著獨木舟 到濕原的中心 其實在道東很多地方 都有濕原 很多人可能聽過川路濕原 但是其實別寒邊牛濕原 它也是面積非常大的濕原 而你慢慢滑著獨木舟 朝濕原前進 就很像是在濕原的正中心裡面 去感受大地的心跳一樣 然後旁邊其實景色 非常地寧靜和諧 溫溫柔柔的 很像一個濕片 這片濕原是別寒邊牛川 流入後岸湖的河口處形成的 河水顏色是淡淡的土色 但不是因為混濁 而是濕原豐厚的養分 滲透到水中 這些養分孕育出富饒的生物 獨木舟教練 歐伊蘇桑帶著我一邊滑舟 一邊都可以看到好多魚兒 躍出水面 歐伊蘇桑 那些魚是什麼魚呢 對 魚是一邊滑舟的 對 所以海的海是一邊滑舟的 除了有魚兒躍出 造成的潑光淋淋 仔細聆聽 也能在詩原當中 聽見很多純粹的自然之聲 不鼓 有聽到不鼓鳥的聲音 有聽到不鼓鳥 有聽到不鼓鳥 不只不鼓鳥 各種蟲鳴鳥叫 不時從兩旁的蘆葦蟲 樹林中傳出來 豐富的動物 有可能在任何一個角落 與我們遙遙相望呢 這樣的旅程 真像一首詩 我現在慢慢地 已經滑到了 別寒 別牛溪 中間靠近JR鐵道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座鐵橋 也就是說 如果時間算得好的話 可以看到火車 從上面呼嘯而過 不但是從我面前 如果你稍微 再勇敢一點點的話 很可能還是從你的頭頂上 呼嘯而過 感覺非常地新鮮 而且也非常地令人期待 這是過了一分鐘 就再也遇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要在這邊 稍微地等一下下 橫越別寒別牛市園的 是JR北海道的 根市本縣花孝縣 等火車本來就是一件 浪漫的事情 在市園上等 更增添了不少新鮮感 好可愛喔 這樣子過去 其實大概就是只有 兩秒鐘的事情 可是這兩秒鐘 非常讓人感動 我覺得任何 令人等待過的事情 都是會讓人感動的 就是因為你等在這邊 然後你心中會有一種 期待感慢慢地這樣子 往上漲… 然後等到你真的 看到了這樣東西的時候 你忽然會有一種 心裡開花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非常地感動 要看到這樣一瞬間的風景 不但得查好車班 還得要滑舟的速度 跟得上來得及才行 還好有OISO桑專業的代理 追完火車 OISO桑也帶著我繼續前行 慢慢地 我們滑行的河面 也變得越來越寬闊 我覺得一路 從我們的起點滑到這裡 景色上面的改變其實滿大的 因為剛剛是別函 別扭 船 是很像一條小紅的感覺 然後現在其實 到了它跟大別川的交會處 就有一種 好像瞬間開朗了 瞬間豁然開朗 而且其實這裡的生態非常豐富 你們看那邊 有鳥飛過 離我們好近 OISO桑 我們這邊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像老鷹 或是各種的鳥群對不對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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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OISO桑剛說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有時候有熊會從岸邊的獅源 探出頭來偷看你 我好想要看到熊偷看我 OISO桑什麼時候那個熊比較容易 跑出來跟我們親近 有可能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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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的強力 可能會看得到 這樣子 感覺好像不知道該期待風大 還是風不大 因為風大的時候 獨木舟會比較不穩 滑起來可能會比較耗體力一點 但是如果風大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看到熊 雖然我今天沒有看到 不過我覺得大家來的時候 也可以期待一下 熊 鹿 鳥 魚 別漢別牛詩緣 不愧是被拉姆薩公約 登陸認證的詩地 有好多值得期待的部分 以詩緣和陽光佐察 真是不亦樂乎 初次的詩緣獨木舟之旅 也在悠閒 享受 感動 驚喜中 踏上龜塵 這麼別緻的遊城 絕對要列在北海道旅行清單上 來到後岸水鳥觀察館 這個地方也非常地有趣 因為它的設置 是可以看到整片詩緣 整個場景一覽無遺 視野非常好 而且這個場景 如果你很喜歡吉卜利動畫的話 一定要來 在吉卜利動畫回憶中的馬尼裡面 就是以現在我看到的景色 為動畫藍圖 所以如果你是動畫迷 你看到這裡也會覺得 非常地親切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 私房玩法告訴大家 就是你如果在下午的2點20分 到2點23分抵達這裡的話 有可能可以等得到火車 從這邊經過 同時拍到火車跟詩緣 這是不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景象呢 當然在這個地方 也是可以非常方便地觀察水鳥 因為望遠鏡都準備好了 有 有 好快就找到了 可見這裡的水鳥數量真的很多 幾乎不用等待 從望遠鏡望出去 就能看見眾多水鳥 鳥兒們甚至在JR花孝線列車 越過詩緣的時候 跟著一起飛 景色既壯麗又療癒 而水鳥觀察館除了展望台 一樓也有生態資訊 以及專業遠距操作望遠鏡 我覺得日本人他們很厲害 你知道在水鳥觀察館裡面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設施 是利用鏡頭 你可以看到整個別寒邊 牛川河口的樣子 也可以看到整個濕緣 同時你可以自己操控 據說你就好像在巡航一樣 找找找找 看有沒有水鳥的蹤跡 如果看到了 你就可以拉近 拉近去看他們仔細地在做什麼 是不是 一方面很好玩 一方面又覺得這樣子的觀察方式 真的很精細 透過不同角度 徹底認識了後岸的環境 和濕緣之後 更不能錯過的就是在地美食 後岸的公路休息站裡 就有很棒的餐廳選擇 到後岸一定要吃的海鮮就是牡蠣 這裡的牡蠣真的非常…地有名 而且牡蠣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品種 比如說我現在來到這一間炙燒餐廳 它有中育牡蠣 特大牡蠣 變天牡蠣 就是你有非常多的選擇 而且你們知道為什麼 後岸的牡蠣特別有名嗎 因為它本身是生長在後岸湖當中 後岸湖是一個汽水湖 也就是有海水跟淡水的交界處 它有海水非常豐富的浮游生物 同時它的淡水也集結了 高山濕源裡面很珍貴的一些資源 牡蠣生長在裡頭就變得很肥美 因為等於它吃得很飽就對了 牠們吃得很飽就變成 我們也吃得很飽的意思 另外其實因為北海道本身 它的氣溫非常地低 所以水溫也很低 牡蠣就會生長得很緩慢 慢慢長… 就會越來越肥… 所以來到這邊 你一定要大塊朵頤一翻 我來到這個炙燒店也滿特別的 你就自己夾 夾了之後再進去燒烤 所以你可以完全挑選 你自己想要吃的品種 我們就每個品種都嘗一嘗 後岸在全日本的牡蠣產地中 是唯一一處全年都有出產牡蠣的地方 有一說是 後岸這個地名就是從艾努雨 捕獲牡蠣之地轉變而來的 可見這裡的牡蠣有多麼不容錯過了 超級多的海鮮 看了都覺得心花怒放 而且你們有注意到嗎 在我背後其實就是後岸湖 也就是說這些海鮮 他們從湖到這裡的距離 非常非常地短 這麼短的距離 你能說不新鮮嗎 剛剛餐廳的員工跟我講說 他們還是每天都從湖那邊 新鮮進貨的 所以已經是每天每天賣新鮮的 食物里程還這麼短 真的是 你吃到絕對是一手 第一手新鮮 我的土地已經開了這一顆 你們瞧瞧 這個比例這樣子是正確的嗎 這個比例對嗎 太大一顆了 難以置信 而且有很多比較大的牡蠣 它其實是比較薄的 它可能沒有那麼厚 沒有那麼肥美 但你們看看我手上這一顆 側邊它的厚度 就它不是是正面 是長形的 是長而肥的 它厚就是在側面的部分 整個厚度也是 讓人非常地爭目結舌 這個一口還沒有辦法 完全吃下去 你有吃過牡蠣要分兩口吃的嗎 因為它太大了 沒有吃過這麼肥的牡蠣 真的沒有吃過這麼肥的牡蠣 這在台灣吃牡蠣也滿多的 可是沒有吃過這麼大 大裡面它還有肥美的程度在 而且一般我吃到肥美的頂多中間 它就只是有汁 會爆汁 可是它這個中間不是只有汁而已 它是很紮實…的肉 這間肉非常地嫩 另外你知道嗎 一點點的鹹味都沒有 完全是很芳香的清甜 全部都是很香…很淡的那種甜味 很甘甜的滋味 就是有時候吃牡蠣 可能因為海水的關係 海水養殖 它會有一點海水的鹹味 或是有一點點燥燥的味道 這個完全沒有 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天然 天然完全不受任何汙染的牡蠣 非常純淨的一個牡蠣 而且裡面的肉質 甚至還是有層次的 它有鬆軟的部分 然後有彈牙的部分 整個超好入口 我的天啊 這牡蠣真的太棒了 完全是我吃過這輩子 最好吃的牡蠣 其實不只牡蠣 後岸的其他美味海鮮 也遠從江戶時代開始 就發展繁榮而聞名全國 貝類養殖同樣一把兆 繁栗被飽滿多汁 蛤蠣也比一般我們吃到的 大好幾倍 它的蛤蠣也是肥的 為什麼這裡的海鮮都這麼肥 對 大家都好胖 而且它的蛤蠣 因為是沙地的蛤蠣 所以不會有那種土壤的味道 不會有土質土土的味道 整個蛤蠣也是都是甜的 那種甜又不是海水的甜 你知道就是淡水很清香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這邊的海鮮 整個都是非常地很清新純淨 很清新純淨的海鮮 但是它們的肉又如此地紮實 跟如此地鮮嫩 真的是來到後岸 你品嘗這些你就覺得 好值回票價 吃燒烤 當然要配點冷飲 後岸厲害的地方在於 連啤酒都是牡蠣啤酒 很特別吧 正是用養殖牡蠣的萃取物 釀造而成的啤酒 在其他地方是很難品嘗到的 每吃每酒乾一杯 期待接下來的北海道旅程 加倍精采 來了 它好可愛 它只有一截車廂而已 水養飛的離我好近 好漂亮喔 給你 …… 為何 最詳細講 有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